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青州勇士队连续两年拿到NBA总冠军 按照白宫和体坛传统 冠军队伍都会到白宫接受总统祝贺 不勇士队和川普不对盘 2017年夺冠之后 勇士队不去 川普不请 去年勇士队更狠狠打脸川普 队员去了华府 但是就是不去白宫见川普 一行人浩浩荡荡 直接去见前总统欧巴马 根据媒体报道 勇士队这次拜会欧巴马 是由明星球员Stefan Curry促成的 新闻继续关心 一位住在旧金山Bayview湾景区 高龄89岁的华裔老太太 在住家对面的儿童游乐园 被一个年仅18岁的非衣歹徒 打到头破血流 歹徒被逮捕之后 被法官依企图谋杀罪嫌 下令收押禁件 不得保释 检方调查发现 嫌犯在攻击老太太之后 还将她拖行了一段距离 还用垃圾桶掩盖老太太 避免被他人发现 老太太在寒冷的清晨6点多 倒地昏迷了40分钟 幸好有一名邻居看见 非衣嫌犯从老太太的住家走出来 行机可疑 打电话报警 警方赶到发现老太太不在家 最后才在老太太的住家对面 找到失去意识的老太太 赶紧将她送医急救 警方调查发现 嫌犯先在游乐场 攻击清晨出门做运动的老太太 抢走老太太身上的大门钥匙 到老太太家偷东西 除了老太太 嫌犯还抢劫 攻击其他三名亚裔受害人 新闻继续要提醒您 千万不要在家烧木柴取暖 小心被开发单 回顾 山林大火曾经重度的污染 弯区的空气 虽然弯区的空气已经恢复正常 但是弯区空气管理局规定 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2月底 是冬季的爱袭空气时间 凡是使用壁炉 颗粒燃料炉 木柴火炉 或者是使用户外火炉 都属于违法行为 专家建议 即使在2月之后 也不要燃烧柴火 因为燃烧火柴的烟雾 和香烟的烟雾一样 都会导致疾病 引发哮喘 支气管炎和肺病 对儿童和老人伤害更大 空气管理局也鼓励民众 检举违规行为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见